1月13日的大會,我相信你看到社會局局長的回覆就著不同的口頭質詢 包括我自己的書面質詢,其實都是完全沒有回應,亦都是答得很長 我想在這些問題上,尤其是抗疫,油花園真的不行,真的嚴重影響行政立法的關係和信任 主席,我想請你跟司長說一說,叫他提提局長,放風前可不可以想清楚 最近有幾次都是某局長出來說完社會哗嚴,要其他局長或消息人士糾正,淘添爭議,日吵夜吵 確診者無條件派五千元是這樣,規管私人場地聚會是這樣,商場提早關門也是這樣 這件事跟行政立法很有關係的,因為有局長說,市民就會來問 我們又不止是堅定留,罵又不是,撐又不是,可不可以請局長起碼 政府內部談到七七八八才拿出來放風 但是實在取消花市是沒有辦法可以令到人流分散 甚至令到所有人流去旺角去花虛那裡集中 所以我們有一個要求就是覺得,如果是以人流分散的話 就應該原本的連銷市場要去保留 給其他更多的點去埋花才能達到這個結果 但是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去取消的話,這個政治的後果和抗疫的後果 是我們要不存在這一個要求的地方 請下多一點點到這裡 請問及其他人的作品 就是從事與徒然的橋貝 請下課主張